香港人涉海路販毒中港被捕 算傷罰一噸冰毒屠滅症 被中火的船隻 事後被拖返海南三亞港 檢測後發現多處對冰毒呈陽性反應 國家禁讀半星期三公佈說 由上年1月開始 根據線報與香港警方合作 展開叫做406的調查行動 最少一個活躍香港當年 遙控跨境走私販毒的集團 先後拉了80多個疑犯 破獲制毒工程檢獲2.4噸冰毒 五艘船發現集團計劃海上走私毒品 一如在緬甸海域將毒品裝上船 海警船在24號上午 在南海攔截目標船隻時 船上的疑犯放火燒船 結果執法人員在船上拘捕4人 在薩美市和香港 分別拉了聖陳的港人 和聖餘的港人主腦 疑犯說船上的冰毒大約重1噸 包裝成1000代的產業隊 而另一宗涉及俄羅斯、西班牙 印度和香港的720跨國走私可卡因案 香港警方都協助破案 其中一個被捕疑犯是香港人 國家禁毒辦說 香港的毒品調查科 另外的協助賭破叫做 1801的海上走私毒品案 拉了8個疑犯 全部都是台灣人